做房地产的朋友告诉我 杭州某楼盘开盘三个小时就被抢购一股 在售楼部 他看见有人拿了几百万的现金去买房 感态的说 现在的中国老板心真太有钱了 我说兄弟你错了 你去手机里面看一看 你会刷到更多的有钱人 手机里的短视频几乎都是奢华的晚餐 高档的酒店 动不动就是法拉利老斯莱斯 绣豪车别墅的一堆一堆的漂亮的小姐姐都在环游世界 中国的大妈也在全世界买买买 买各种名牌商品就像买白菜一样 连赚一个亿也成了小目标了 我们真的富裕到这个程度了吗 据央行的统计 中国99.63%的人在银行的存款不超过50万 到目前为止 中国人均存款额也就是五万五 按照二八定律 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里 再次择算以后 80%的人的存款只有不到一万五 一家四口的存款不超过六万 现在你还觉得中国的老百姓有钱吗 现实是不是很扎心 最容易欺骗你的就是你的眼睛 其实买不起房 接不起婚 养不起孩子 生不起病 才是大部分人生活的真实状态 在手机里看到的那些绣豪车 绣别墅年入百万千万 基本都是假的 现在网络带给年轻人的财富 幻觉已经是非常的严重 为什么 很多的女孩子找对象 要求男方月入一万 觉得很正常 因为他们在网络里逛得太久了 对钱的概念已经产生了幻觉和偏差 你知道月入过万是什么概念吗 月入过万你已经成功的打败了百分之九十七的人 绝对属于潜在的精英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两万七千五百四十块 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家庭 人均月收入不超过三千元 这才是真实的数据 不服 你可以上网去查 再次提醒年轻人 不要和社会太脱节 有多少的家庭可能和你的父母一样 供你上大学还困难 生病住院 连几万块钱的医药费都付不起 如果你生活在一线城市月薪八千 除去房租和日常生活开支几乎攒不下钱 假如已经结婚生子 基本上都是背着房贷车贷 负债累累 哪有什么存款 所以年轻人 不要被你刷到的幻象麻痹颓废了自己 你不能够躺平 趁着年轻赶紧努力的去挣钱 因为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自信和底气就是你银行卡列的存款 您认同吗 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尊德义 关注我为你分享更多的道家智慧 我认识在国家智慧 不过你 你讲话 所以你找到 moet 有一个人 他是一人 我认识 你说 叫 certified